台木舟同样未尝拜击的台湾啤酒跟韭菜科技 要在第二周的比赛正面过招 而绿色军团不愧是卫冕军 开局就展现强攻本色 主意中先来个左边底角三分蛋 随后更是野鸣手快 超节长传找到黄聪汉 轻松拜进两分 没想到这次助攻 还顺便分享了火烫手感 接下来换黄聪汉在外线手起刀落 加上替补上阵的陈世念 有效串联球队攻势 以下为小球给到洋将Miller 以下长传助攻队友 台皮首阶末段一波9比0的攻势 让他们取得19比12的领先优势 来到第二节 九泰力图振作 不只有Brandon Dawson能力能外 于纯安跟苏伊静两人搭配也打得精彩 让球队一路惊咬个位数分差 殊不知台皮的洋将也正要开始发挥而已 JD Miller从罚球线附近的后仰跳投 到篮下强打的Bully Ball 统统没有问题 半场就搅出10分10篮板完成Double-Double 尽管对面的Darson尝试用3分球追分 但台皮这边 由蒋玉安跟朱毅宗在外线给予回应 半场打完台皮41比30 把领先扩大到双尾数 下半场双方一篮再战 九泰铁勒心就是要强攻篮下 正中三位常人Darson 吴鸿星跟林润宏 单节联手攻下20分10篮板 一度把比数缩小到两波球权的范围之内 不过对面的Miller也没在怕 第三节独篮11分 全场27分16篮板 包括强响前这一季压哨球 让卫冕军持续握有64比53的11分领先 进入决胜节 九泰仍旧不想放弃比赛 于川安展现老将价值 单节两季外线重拳 让比赛再度出现悬念 加上云幻亚 倒数40秒一季关键三分蛋 帮助球队一口气 把分差缩小到74比77的三分差距 没想到苏伊静在这关键时刻 先是送小安上罚球线 接着又出现要命的进攻犯规 葬送球队逆转气机 中场台匹就是以80比77击派九泰 孝纳开季三联胜 YTV新闻综合报道